周國賢22年突然宣布離婚 去年因為紅袍Lolly Talk拍照夜爭議 近日又有傳聞說他在澳門賭博欠下巨債 要助手幫忙借錢 但其就其在 周國賢本身是海美家族的後人身家豐厚 他的家族去年賣出33年的舊舖 賬面都賺6200萬 星期日有報導指 原來一個做過周國賢公司宣傳人員的男人 兩年前開始自稱他的助手 聯絡過不少圈中人 聲稱周國賢在澳門賭博欠債 連飯錢都沒有 急需有人匯錢幫忙脫薪 連張柏茨經理人都收過借錢電話 這個男人同時以家人患病為由 成功遊說周國賢借出6位數字 後來又反指他拖樑等等 周國賢星期日就聲稱 沒有財困亦沒有拖樑 在IG發表公司三大文化聲明 指周健雄先生已經在2022年10月離任 在外一切懷養瓜葛都與公司無關 公司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